昨天說到,曲天竹聽到有人上樓梯的聲音 去到他家門口,腳步聲停下 但一直沒有動靜,歌人好像憑胸消失似的 曲天竹忍不住,當他的貓眼向外一瞄 沒錯,走廊裡的燈是在亮著 但他看不到對面屋的門 好像中間被什麼擋著 他認真看真點 咦?這東西應該是某樣東西的局部 因為貓眼太小,而這東西又太大 但這東西現在正從上往下慢慢下移 曲天竹就看到黑白粉的三色圖案 還有兩條血紅色的邊 最後,他忽然看到一張油了顏色的面 這些顏色原來是油在一朵黑色的花上面 曲天竹,嘩聲尖叫,連王衝進俄室 糟了,那張冥婚照 居然到他家門口 那對獠牙,其實就是死鬼新娘的兩隻腳 黑白粉的三色圖案,其實就是他那條裙 那兩條血紅的鞭子,其實就是他空前的屍帶 在這時候,門口死直無聲 他扶著牆,一步步走出客廳 震騰騰騰地拿起手機 打電話給趙正 誰知趙正又關機 他一下子沒有頭緒 一瞬著那條防盜門 他多怕那條門,忽然被人尾爛了 終於聽到離遠的地方,有人上樓梯了 而且這個人上樓梯的腳步聲非常響亮 噗噗噗噗 然後還要跑步走到他家門口 這些腳步聲一聽,就知道是人的腳步聲 尤其是光明正大,腳踏實地 肯定是樓裡的住戶 而門口那雙腳,終於慢吞吞地走下去 曲天竹希望上樓的這個人,正是趙正 但是,這些腳步聲,他是繼續向上走 那豈不是趙正 曲天竹又等了半天,門口再沒有腳步聲響起 他又試打趙正的手機 誰知仍然是關機 這個時候,時鐘正是11點06分 錦天竹又試拿起掛包,出門口 臨出門口之前,他特意透過貓眼向外看一看 這次,他看到對面屋的門 即是說,那個舉著冥婚照片的人已經離開了 然後他走出去,下一樓 打算直接去俱樂部找趙正 走出小區之後,他見到空蕩蕩的馬路上面 有個盲人,夜媽媽還帶著墨超 拿著竹仔,頂著大風吹到下下下下,很艱難地向前走 這個盲人穿著一件藍色的風衣,在狂風當中顯得非常單薄 曲天竹左看右看,一個出租的也不見 他的心情非常焦急 那個盲人從他眼前經過時,好像忽然感覺到他的存在 再這樣,這個盲人居然停下來,將臉令向他問 阿姑娘,你在這裡等誰呢? 咦?把衣服這麼怪 曲天竹畢竟是個女生,他即時警惕起來,他沒有回應 那個盲人跟著又神神秘秘地說 阿姑娘,在三十年之後,你照一下鏡子 你就會見到一個半路,翠亮 曲天竹很奇怪,為何無緣無故說這種事呢? 這個人是不是瘋了? 他轉向小區的大門口看了看 剛巧保安站在那裡,正向他走過來 咦?他的心才比較安定 那個盲人看他一直不說話 然後領著頭,繼續迎風向前走 曲天竹的站在原地,繼續四周圍望 咦?還是沒有出租的 他又試試打電話給趙政,還是關機 後來他乾脆把手機袋落袋 轉頭看看那個盲人,見他已經走到很遠 就在那一剎那 在曲天竹的大腦裏 突然之間,畫過一道閃電 嗯,剛才這個盲人最後的那句話裏 有玄機,話裡有話 他叫你照照鏡子 嘲嘲 沒錯,他是不是在暗示照正呢? 他還說 到底你半老徐梁 肯定是一個姓徐的老娘 徐梁是老女人的代名詞 難道他是說,今晚趙政會跟哪個老女人在一起? 表面上來看這句話是有邏輯的 三十年之後再照照鏡子 自然就人老諸王半老徐梁 但卻裡包含有這層的意思 你說多麼巧妙呢? 想一想 在這時候,正好有出租車一聲開過來 曲天竹馬上向他入手 但發現這輛車沒有開空車燈 難道裡面有人? 但這輛出租車又在曲天竹的前面停下 然後趙政就捐出來了 他說 天竹啊,你這麼晚站上去幹什麼? 哎呀,我正想去找你 趙政走過來 很溫柔地搭著曲天竹的肩膀 然後就說 有什麼好運呢? 今晚幾個老少人在這裡劈酒 不劈完又不給酒 好吧,終於喝完了 走,我們回家 但曲天竹我聞到他身上有酒味 他只是聞到一陣很濃郁的水流香水味 趙政又是說謊 現在說得非常低樁 但曲天竹也沒有拆穿他 但他也沒有跟趙政再次說明婚照的照片 他決定從此所有事情自己來應付 在這個時候,風很大 他特地扮作弱無其事,就生氣趙政說 天凍了,好心你穿上衣服吧 哎呀,我身體這麼大隻 跳入冰窖都不會凍到,用不著穿衣服 今天我們的領導還表揚我 說這個月客人對我的好評有很多 曲天竹實在聽不下去 他這個時候,心裡只是裝著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今晚 他遇到一個很神秘的盲人 那個盲人,點破了一些玄機給他 究竟之後,曲天竹和趙政之間 再會不會有什麼報復的事情發生呢? 曲天竹的計劃究竟進行成怎樣呢? 曲天竹的計劃究竟進行成怎樣呢? 我們稍後回來再講 走 從 asti 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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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